歡迎收看 怡氏海辣 怡氏海辣 演技有無畏 哇賽 帥帥美女 好啦 請來 最後一件人 還有第三位特代賓 好棒 高雄的秀卿姐 恭喜 初一批 大家好 我最新專輯 要一口氣 謝謝 這樣可以嗎 不是... 不是吟口氣啊 不是 吟口氣 吟口氣 這很藝術好不好 吟 吟 口 氣 吟口氣 吟口氣 是... 對 人真一口氣 佛真什麼 一炷香 有小聞耶 有讀書... 你不是說只要講... 不要太長嗎 好... 重點就是請大家幫我分享 訂閱 加小鈴鐺 加小鈴鐺 然後我的那個平台 就是最近在經營那個抖音 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的粉絲只有... 你抖角比較快嗎 抖音 沒有啦 你聽我講 我的粉絲 我的那個抖音的粉絲 只有幾百個 拜託 請大家一千... 一千個才能直播唱歌 要不要聽我唱歌 趕快加我吧 要講好幾個唱哪一句 怎麼這麼實力派我之前 而且我今天還那個呢 還是... 感冒... 對 感冒還... 沒有 你聽好了啦 好了啦 鼻音很多 剩下鼻音而已啦 是...好很多的啦 好 先恭喜社群 謝謝... 謝謝喔 你跟他今天在陣仗 對啊 對不對 對 就只要我們要討論一些不一樣 不是 是製作費增加 這我們的主持人在偏低 對... 不可能 有沒有 你看瑜珈老師 還有荒豐聊的 心理諮商 物理治療 你看腎臟科 洗一下腎 洗一下腎 我說快 可以算一下 洗一下腎 抒壓一下 侯醫師這邊 是這裡沒有怎樣 最不想去 對 最近有... 你不想去來到這一集 真的 這個來說一下 因為現代很多文明病 對 現在人就是這樣 然後很多什麼 自律神經失調 身體痠痛 什麼腦神經失調 對 一大堆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討論 怎麼樣用這個 一加一大於二的這個方法 好不好 來輔助大家 平常除了自己本身 這個心態要好 對 還有很多輔助的方法 第一個 聊你愛 第一個 聊我愛的 對 很棒 對 真的 你整個就是很有自信 不是有自信 我喜歡 對啊 朱莉姐 我就是大概是 我不喜歡那種 太激烈的運動 從以前 我就覺得流汗 什麼跑步 有氧 這種都不太適合 重訓 真的沒辦法 可是因為我有一陣子 就練那個拳擊 然後就變成脫臼了 然後脫臼導致成 它變成一個 習慣性的脫臼 打這麼用力 就是可能知識 有凡哥照片在上面 有的 因為打完之後 就是脫臼了以後 就常常會疼痛 然後反正就會很痛 這是醫生跟我講 然後我就會去看醫生 就是你說的西醫 就是叫你多休息 不然打消炎 止痛這些東西 肌肉放鬆 對 然後後來朋友就介紹我說 你要不要去做運動瑜伽 皮拉提斯試試看 他其實對你的那個 整個那個拉筋 什麼是有用的 後來我慢慢在復健的當中 我就是做這個 皮拉提斯跟瑜伽 我覺得非常好 但乃哥你真的很愛瑜伽 我做瑜伽 大概做了幾個 做了五年吧 你現在還好 五年 對 但是我做的比較少 我應該做一次而已 應該是做兩次到三次 是最好的 那我就 我也在節目分享過 我以前有運動傷害 到年紀大了吧 對 可能慢慢有時候 抬不上來 去物理治療什麼的 也有做 但物理治療就是沒有那麼常做 但覺得那個效果也沒有那麼好 對 那人家就叫我做瑜伽 我做完瑜伽之後 我就覺得整個的 因為瑜伽你除了去上課以外 你有時候像我這樣 我常常這樣子 拉 從常去拉 你知道 常常去拉 對 你沒有事就這樣 像我們這樣錄影 他們聊天我們也可以 像邊做 對不對 所以你經常可以做伸展 就很好 來 墨金 來 就是我自己本身從小讀書 一直到出社會 就是很容易壓力感覺很大 對 然後我也是一個比較 難入睡的人 所以我平常都是吃安眠藥 才可以睡覺 你這麼年輕 我吃十幾年了 真的 對 就是很容易焦慮 然後我現在住的地方 床又是房東的 不能隨便換 那個床超硬 就是我每次睡的時候 起來全身都腰痠背痛 很不舒服 那時候朋友就有推薦我去做瑜伽 我就跟他一起去上課 那上課的時候 老師就會先放很放鬆的音樂 帶著我們就是從簡單基礎的動作 慢慢做到進階的動作 那看我們姿勢不良的時候 還會幫我們喬姿勢 那就是做完之後 其實真的很放鬆 我大概那時候 持續去了一兩個月 後來工作比較忙 就沒有去了 但平常就是有時間的話 在家就會放那個YT的 瑜伽帶戀影片 跟著做 真的覺得就是身心靈 有達到舒暢的感覺 做完瑜伽 有時候可能吃到半顆 或者是不用吃 然後就躺著躺著 就不知不覺就睡著了這樣子 這不能依賴安眠藥 是啊 你才那麼年輕 那聽起來 每次聽人家講瑜伽 就是像乃哥這樣滔滔不絕 但我就是因為像秀卿姐講 我很急性子 我就覺得他那麼慢 沒有 不是瑜伽說這樣子 不是 我適到的是那種 我不知道別種還有什麼 我介紹你叫艾洋閣的 有個派別叫艾洋閣的 那意維是什麼派別 我是覺得瑜伽它本身 因為派別很多種 甚至有那種很奇怪 追求那種極度拉伸 很快的角度那種 對 這麼哀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瑜伽 對於身體來說 只要是適當的伸展都還好 但是有一個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活動度並不是越高越好 每個關節它其實有自己 適當的活動度 超過來說 其實都會損傷旁邊的韌帶 因為韌帶它其實是 預防兩個骨頭的時間 位移過度的時候 很重要的最後一道的防線 你把它拉太鬆 其實你會造成過度胃移之外 它會磨損關節 會提早退化 甚至張鼓刺等等的 這種問題就會出現 像我一個病人 她是大概50歲的女生 她就是沒什麼運動習慣 整天身體僵硬 又懶得運動 然後結果她來治療的時候 她是因為椎間盤突出 整個腰痛到不行 腳麻這樣子來治療 我們發現她治療效果 非常緩慢 因為她真的很不愛自己回家 自己拉伸 我就說不行 你真的要養成一點 運動的習慣 她說不然我家附近 有個瑜伽教室 我去上好了 她結果發現去到那邊 好舒服 我覺得我又是有 這麼多開心的同學 一起上課 然後又是有一點 心靈層面這樣子 就是緩緩聽著音樂 然後每天慢慢拉伸 固定去 她在療效 事半功倍 她的療效 整個縮短了三個月 就是提早就已經 就肩膀不痛了 就是不突出了 就整個症狀就已經好了 所以我覺得搭配一個適當的運動 瑜伽真的是不錯的 尤其給身體僵硬人 一個很好的選擇 是 那瑜伽很多人都以為是 就是單純運動 其實它在裡面還有一個 很大一部分是走 走心靈的路線 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瑜伽 可以讓很多人都覺得說 好像慢慢的會慢下來 放鬆下來 那我自己的學生是有一個是 他是國際律師 那他的案件可能比較多 比較繁瑣 那他的狀態就是 他你一看到他這個人 你就會覺得他是一個 很緊張的人 就是他已經是整個身體狀態 是這樣子了 可是其實他的運動量 都還滿足夠的 所以他就一直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都開一些 可能是肌肉放鬆的藥 修護神經的藥之類的 那他就覺得沒有辦法緩解 然後就透過朋友 就來我的瑜伽教室 然後來找我上課 那我就是給他 就是讓他慢慢的去放鬆自己 慢下來先去調整呼吸 對 然後搭配一些伸展 那他在三個月後就覺得說 整個人的狀態啊 看起來好多了 沒有這麼的有壓迫感 老師幫我們現場示範一下 好 我們來教幾個 我明病就是現在 比較多人遇到一些 腰痠背痛啊 久坐走站 我們來教三個動作好嗎 好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來到墊子上 幫我慢慢的跪坐下來 好 我們第一個 先來到貓牛式 幫我跪到我們的墊子上 好 我們的肩膀手肘手腕 要垂直 好 我們的身體會呈現一個 像珠子一樣的摸字形 好 待會兒脊椎幫我慢慢的 往天花板的方向 一節一節往上推 貓式 對 來到我們的貓式 這叫貓式 好 感覺你的脊椎 你叫貓 你叫貓式有沒有 對 拱 拱 老師是不是叫貓式 拱背 對 你看看 我沒有學完掃 厲害喔 還好沒有漏氣 第二拱步 不是啊 走到牛式 會呈現頭胃 不對 你屁股不要動 我來幫你 背脊椎一節一節往下 對 好 背推我的手 背要拱起來 推我的手 往天花板推 這麼拱 太硬 太硬 一點點僵硬慢慢來 好 輕輕地往下 一節一節往下 對 小小的延伸 很好 肩膀放鬆 很好 漂亮 然後這個是我們 第一個動作 貓牛式 好 接下來我們第二個 我們會輕輕地躺下來 躺下來之後啊 幫我把你的右腳 翹在你的左腿上 右腿翹到左腿上 好 我們的小腿會放平 可以喔 對 你好硬喔 天啊 好 我們的右手穿過去 大腿中間 左手從外側來抱起我們的 筋骨前蹭 什麼東西 右手穿過去 好 我來幫你 然後膝蓋 對 往內手 可以喔 好 要拉著它 對 好 所以會感覺到 右腿現在臀外側的旋轉 有感覺到嗎 有 所以停五秒鐘就好 有耶 很帥 有拉到筋對不對 對 好 我們輕輕地換邊 謝謝 好 幫我左腳翹上去 我們左右要平均 所以我們都會兩邊都做 對 好 幫我把你的右腳輕輕地往內收 對 好 然後我們這個腿 放平會比較有感覺 這樣 很拉 很拉 會痠嗎 來看我們 很拉 我真的很硬耶 魚家就是拉筋 對 輕輕地放下來 好 小心 好 慢慢地解開 好 我們最後一個動作 來到下犬式 下犬式 對 好 好 我們手腳慢慢地 位置 慢慢地踩起 手推腳踩 臀部往天花板上走 好 再往前踩一點點 對 好 腳幫我踩寬一點點 跟你的肩膀一樣寬 好 所以你會有一個手推的力量 還可以嗎 好 這很借我一下 好硬喔 你在這裡就好 好 手回去 手回去 空間要夠 很好 還可以 好 我覺得我腳跟會斷 好 我們輕輕地回到跪姿 還好嗎 好 所以下犬式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頭會不會暈 好 以上是我們三個動作 會耶 會不會很簡單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謝謝40分 我們很快 謝謝 小鈴鐺 尔夫 要小心 這也是 這也是 小鈴鐺 送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